本节目内容仅代表创作者立场 请慎重收听 你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我是Viu 我是Suz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小陈故事多 Viu 听说你今天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传说 对了 你有听说过超能力没有 怎样的超能力 其实讲到超能力 我是觉得超能力就是我们普通人做不到的事情 会被定义为超能力 那有什么相关的故事还是传说吗 其实一开始讲到这个超能力的时候 我想到的第一个是一部电影叫Lucy 你有看过这部电影没有啊 没有 它是什么样的电影 这个电影其实是一个科幻电影 它讲的是 这个女主角是通过了某种方法 把她的大脑开发到100% 传说我们普通人的大脑只开发了5%那一多 这样子平时被别人讲就是没有脑 原来是这个原理 没有脑跟脑只用了5%是两个故事来的 其实很大程度是因为 个体之间 人和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智商差异 就是每个人之间的IQ不一样哦 智商的本质就是源自于脑神经网的工作效率了 脑内的信息如果不被打扰 它的信息传递越高效的时候 它的思维就越活跃 那个人的IQ智商也就会越高了 你这样子说才说得通啊 因为每一个人擅长的东西不同嘛 不可能因为我们的一方面不行就说我们没有脑嘛 他们也是开玩笑这样讲不好的 人类大脑开发5%的这个谣言还是传说咧 有那么多人相信哦 就是传说讲那些名人啊 很像达芬奇啊 爱因斯坦啊 利加略牛顿等等这些科学家哦 他们的脑袋哦 就是已经开发高于普通人 所以他们才会这样聪明哦 这样有这样多个名人里面哦 你知道谁被传到最厉害的吗 是哪位 是达芬奇 达芬奇 我以为是爱因斯坦耶 哎呀 达芬奇哦 被称为全能天才哦 因为他又是一个画家 又是一个军事家 还是一个数学家哦 他在绘画军事数学 建筑学 医学和艺术哦 都有一方面的造子 哇 这个真的很像Superman耶 什么都行 所以才讲他拥有了这个非常人的超能力嘛 他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一些神人 就是那些直觉力很强的人 比如预言家 哎 讲到这里哦 我觉得可以提一下我的朋友耶 他是一个很神奇的人耶 怎样神奇法 他是一个哦 讲什么东西哦 那个东西就会坏的人啦 比如他跟A讲 哎 你的车最好去检查看看啦 多过两天啊 A的车哦 的确会有问题的哦 或者是手机啊 电器啊 甚至是横起来哦 他连他自己的东西 也像是知道会坏一样的那种感觉 我曾经问过他啦 哎 你是怎样知道那些东西 你是要坏了哦 嗯 他的回答是让我有点无语啦 他就讲 就是一种感觉 哇 这样子他的直觉真的很神奇耶 就是对于他身边的朋友啦 也许是一个好事 如果是他们去听他的预言的话 对啦 但是又有多少个人会因为别人的随便一句话去警惕耶 这样子也是 除了这些超能力大脑啦 还有的就是超能力身体啦 超能力身体 哎 身体的超能力像什么哦 就很像 哎 我这里找到有几个比较出名的超能力啦 第一个呢 就是记忆力超强的电脑人啦 有听说过吗 就是那种过目不忘的那种嘛 啊 对对对 这种人哦 他天生呢 就有一种很强的记忆力 可以清楚的记得哦 每一天发生的每件事情哦 有一名女子哦 她曾经接受过美国大学研究中心的调查啦 对方啊 就是这名女子 对于所提到的任何一个过往的新闻啊 她都可以回答到正确的日期哦 哇 很厉害耶 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 她的确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跟她讲过的话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跟她讲过的话 她听过一次 她都可以记得一清二楚 哇 这样还是很厉害耶 哎 接下来我要讲的就是 可以随意扭曲身体的橡皮人 橡皮人是那种可以360度扭曲的那一种吗 啊 对啦 这种人哦 他被称为橡皮人 其实他们是一种病来的啦 是叫松皮症 他可以自由控制自己的身体啊 任意扭曲肢体哦 很像很好玩这样 是有好有坏啦 这种橡皮人症候群哦 它的副作用也是很可怕的哦 由于他们的关节活动太大 就像刚才讲的随意扭曲嘛 嗯嗯 所以它会造成关节痛耶 嗯 还会脱臼耶 而且它的皮肤哦 嗯 可以随便的伸展延展嘛 嗯嗯 皮肤也很容易破裂耶 哇 听你这样子讲的话 很恐怖一下啦 这样子还有什么比较出名的超能力吗 有啦 叫顺风鹅 顺风鹅 我的确是有听过啦 但是我不知道真的有没有 很多动物哦 它就是靠着这种回身定位的感官能力存活的哦 但是人类几乎是没有这样子敏锐的这个听觉啦 动物我是听过啦 像是蝙蝠啊 海豚啊 都是有这种能力的 但是人真的也是有嘛 诶 有一个男子咧 他也是有这种感知力和回身定位能力哦 其实哦 他是因为患上了一个 埃正纳的失明 就是眼睛看不到了 但是他的回身定位的这种感知能力 就变到非常厉害强大了哦 嗯 他可以判别远距离的物体 像他走着的时候哦 就不会撞到那些东西哦 哦 也是可以理解的啦 毕竟他的耳朵在贴了他的眼睛嘛 就是当你的眼睛看不到的时候 其他的感官也变得更敏锐 是正常的啦 嗯 是的 但是哦 也是有坏的哦 英国有一名男子咧 就深受这个超强听力的困扰很多年了 因为他不但能够听到自己心跳声 甚至是能听到自己眼珠转动的声音 这些体内的声音啊 甚至是已经大到盖过外部的环境声音了哦 结果最后一声咧 证明他是得了一个罕见的耳机 这种耳机咧 对于声音是极为敏感的 蛤 我突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困扰耶 很像我平常听到外面的声音啊 我都觉得够心烦了 想盖住耳朵都折不住 更何况是他每一分每一秒 都可以听到他身体体内在蠕动的那种声音 对对 最后一个我要分享的咧 就是子族人啦 不过不是Spiderman啦 这个子族人呢 其实也是一种疾病来的 他叫做这个马凡事症候群 因为阶体组织受到影响 导致手指啊 脚趾细肠啊 长到不均匀哦 而且身高哦 也明显高过于常人哦 患这种病的人哦 他有三分之二的几率 会死于五十岁耶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心血管病变啦 嗯 跟你讲一个搞笑的一个小故事 什么东西 根据一个这个考古研究显示哦 古埃及第十八王朝的法老哦 他也是有这个病的哦 他也是这样子瘦瘦长长高高的啦 这时他还活着吗 当然是没有活着了啦 都讲了是考古研究了嘛 哦 还有其他的超能力 比如能够长期避气的海豚人啦 就是在海地避气二十分钟哦 哇很厉害耶 你可以多久 我可以一秒 没有啦 还有其他超能力 就比如有生力 就是很大力的这种超级筋肉人啦 Super muscle man哦 不用睡觉二十四小时清醒的人也有的哦 这种各式各样的超能力 故事还有很多啦 讲到这里咧 相信大家对超能力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对不对 大家如果还有知道什么超能力啊 想要分享的 可以分享到我们的social media哦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是Will 我是Zuzanne 下期小城故事多再见 拜拜